小时候,大人时常说,读完了大学就会有钱了,但当我毕业后,出来工作却发现现实并非如此。 我是一名大学毕业的设计师,这是我的故事。 毕业后,我就很努力地工作,常常熬夜加班到深夜,只为了多赚取那一点点的加班费。 虽然我每天每夜地加班,但我还是没有办法逃脱成为月光族的这个命运。 每次下班回到家,我都觉得很对不起和我相依为命的母亲。 自从我出来工作后,都没什么时间好好地陪我母亲吃饭和聊聊天。 从没想过,这么简单的东西原来可以这么舍吃。 其实很多时候,我都在想,有必要为了这一份工作而那么委屈自己的人生吗? 就在那一瞬间,我忽然想起了一位在Hatama's Real Estate认房地产经济的朋友。 我当下就联络了他,反正继续无热无约的工作也未必会让我的生活好转。 不如给自己一个改变的机会。 我和他说了我的种种顾虑。 他很细心解答我的问题和讲解做房地产经济的好处, 以及如何通过房地产赚取人生的第一桶金。 明白了所有以后,我就加入了Hatama's Real Estate这个大交亭。 在这里,我学习了很多关于房地产领域的知识。 我的团队领袖和队友也无私地分享了很多关于销售与沟通的技巧。 当然,房地产事业不是一帆风顺的,有时候也是会遇到挫折, 但是这里的同事们都很好,常常给予我鼓励和建议。 同时,我也在我的团队领袖的带领下,成交了不少房地产交易。 加入房地产事业绝对是我正确的选择,也是我人生的转折点。 现在我能够拥有更多的时间陪伴我身边的人, 以及能够拥有我梦寐以求的车子和房子。 房地产事业能改善我的生活,相信也能改善您的生活。 今天就加入Hatama's,让我们来一起实现您的梦想。